哈喽,我是小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讲解圣诞树的部分 上一期已经讲过礼物盒的部分 圣诞树也可以作为摆件或者小挂式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环形起针 然后绕线圈,编织六个短针 六针结束,收紧线圈 最后呢,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发针 第二圈,锁一针 针数不变,按顺序编织 六个短针 第三圈,锁一针 首先第一针,编织一个短针 第二针,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这样每隔一针,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九个短针 后面第四圈,针数不变 同样编织九个短针 第五圈,首先锁一针 第一针和第二针 各编织一个短针 第三针,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这样每隔两针,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十二个短针 第六圈,锁一针 挑针目,后半针的一根线 进行编织 针数不变 按顺序编织,编织十二个短针 前半针用来勾织 树叶的部分 后面第七圈到第十五圈 我们就按照图解上的帧数 进行编织 第十五圈 第十五圈结束 这里呢就是竹竿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树叶的部分 首先在剩余的前半针上 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锁一针 然后按顺序 在每一针上 各编织三个中长针 环形编织一圈 第一圈结束 第二圈 环形编织 首先在第一针上 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锁一针 然后按顺序 在每一针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环形编织一圈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底座的部分 起针是六个短针 第一圈至第五圈 每一圈各增加六针 加针至三十个针目 下面我们将底座 固定到主体上 梳妆的部分 同样 起针是六个短针 第一圈到第三圈 每一圈各增加六针 第四圈到第七圈 每一圈各编织 十八个短针 下面我们将梳妆 固定到主体上 周固定到三十个针 我们将底座 配框 进来一圈 看看 现在我们将二圈 如果我们将颠造的 那边 tomb 然后我们将二圈 对 再得到最后一圈 下来我们将五圈 开始编织形形的部分 首先环形起针 然后在线圈内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再编织一个中长针 锁两个辫子针 然后再编织一个中长针 这里呢就是一组花样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下面我们将小星星固定到主体上 这样呢就是圣诞树的部分 最后呢我们将圣诞树 安装到礼物盒的盖子上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